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 直播今天是我們的第310世紀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 算是今年最大的暴跌事件 基本上在8個小時內 Iron Finance的Governance Token 就是Titan 從60多美金左右 暴跌基本到 基本是歸零的狀況 就0.0000多吧 我們看一下現在是什麼 前面一大堆0 45877 好那 我知道這個事情很慘喔 所以 但是我覺得這個項目其實 很早期就有很多的這個 Red Flag 就是這些 一看就覺得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不 就是不合理的事情 比如說好 他的APY 就是一直以來都超高 鎖倉量超大 超大 超級20億美金喔 然後呢 APY是可以在 上千到上萬 甚至還 還有顯示上百萬的這些數字喔 這些 種種的這些 不合理的地方啊 啊 居然 還 就是還是很多人覺得 欸這東西好像很合理喔 那就告訴大家 就是說在這市場上面 就是啊 還是有很多這些 資訊不對稱的地方 包括像你可以看啊 他的Discord裡面呢 還有像是這些 像Reddit好 Reddit這邊有人寫說 喔我賺了多少多少錢 然後呢 我這一年十萬美金薪水的工作 我都 這邊幾周就賺回來 這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就是 我覺得一個人 一個人一年賺十萬美金的東西 就是不會這樣寫 這種很奇怪的這種推 當然我們知道 現在在那個抖音啊 TikTok上面有多少這種 歐美的這種 就是shoulder 就是很低俗的shoulder 像我從來 基本上從來不看 TikTok上面都 很多人說 Chris你要把直播掉到TikTok 我就覺得 就沒有必要 就是 在那邊就很怪這樣 所以這個 又回來今天我想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 你在哪裡獲得資訊啊 很重要 你知道就是 很多時候 如果你在像抖音啊 TikTok啊 Instagram啊 這些地方獲得資訊 很多時候就會獲得到 錯誤的資訊 像RM Finance呢 在 因為我們社群很大嘛 所以就很多人會說 欸 有沒有人在玩Iron Fine 那有在我社群的人就知道 我就是 踢人不眨眼的 就是我看到很怪的項目 就如果你過度秀 你基本上就直接被ban 那被ban 解封鎖 基本上就是很難的 那 所以就可以確保社群 就比較好 這樣子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 這麼多土狗項目出現 就像這種地雷項目 那Iron Finance本身 在BSC上就有過 然後後來呢 他來到這個Polygon 那什麼原因讓他這麼爆炸性成長 最主要就是這個 Dallas Maverick的這個CEO 就Mark Cuban啊 也是一個Billionaire 他呢 就寫了一篇文章 叫The Brilliance of Yield Farming Liquidity Providing and Value Crypto Product 就 感覺還蠻屌 Mark Cuban基本上 算Elon等級的這種 就是賺很多很多錢 他早期 在2000年的時候呢 就是那時候 最大的這個 Tech Stock Bubble的時候呢 反正有一個很傳奇的故事喔 就好像 他把他的這個 share賣掉 然後賣在非常好價格 在它暴跌之前 大家記得去看那個故事喔 反正他就寫了這一篇 然後就哇你知道 就是又寫Liquidity Mining 然後他之前 他也是Shark 10這個 這個上面的這個主詞嘛 就很厲害 然後就又講到狗狗幣 又講到比特幣 就很屌 結果他居然呢 就是 選擇Polygon 當然Polygon也不錯啦 但是沒有 沒有在以太坊上 就有一點這樣 但是Anyway Polygon是不錯 但是呢 Polygon現在上面 還是很多地雷項 任何EVM Compatible的 鏈呢 都有很多的地雷項 包括Avalanche 包括 BSE HECO Phantom Polygon 然後呢 他又選了 這個 Iron Finance 那 說真的 我不能說我是多麼 就是會 躲避地雷喔 但是 我有時候就是完全那種 Kimoji 你知道 就我的感覺就是 這東西很怪 然後有時候呢 我第一個看的就是 Logo 就是 我就覺得 I don't know why Iron Titanium Token 就是這個 The logo 就是給我一種 很 怪怪的感覺 所以Anyway 我反正我從來沒有碰這個 我也從來沒有介紹過這個project 那基本上在我社區裡面講這個project的人 我都會把它 刪除掉 或叫他不要再講了這個 對 因為我就覺得這怪怪 這APY這麼高 然後呢 他又有一段很奇怪的這種獎勵 然後最讓我 覺得很怪的地方呢 就是 去推廣他的人呢 就是 感覺就是那種Pay Shuler 就是 那當然很多也有好的項目會Pay Shuler 但是 大部分不會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他已經有20億美金在裡面 他卻沒有做任何的審計喔 我們知道像是 那種Alchemix 或Alchemist Fork Wasabix 裡面可能就只鎖幾塊美金 都有 2到3個這種審計喔 對那 然後就連是Fork的項目 像Sushi好了 或是像Pancake 也會做很多種審計 他不會說我只是Fork 就這樣 那 因為我本身沒有研究太多Iron Fine的時候 直到我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就看了很多人在講 然後也看到他這一片 這個Poresmold 這我也覺得寫得 蠻怪的 就是 他是兩個小時前PO的 然後就很短 然後就講說 We never thought it would happen But it just did We just experienced the world's first large scale Crypto Bank run 反正 簡單來講 他們自己的解釋方式 就是說 就是有幾個大戶 開始把自己的Liquidity 拉出來 然後開始賣 所以他這個設計 導致 他會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OK 那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設計 他其實也沒設計什麼 他就是去Fork了這個Frax 這個 算法穩定幣 那大家知道 這個算法穩定幣 早期是蠻紅的 就在去年9月的時候 我們曾經也介紹過 像ESD、DSD這些的 那算法穩定幣 也講過很多次 最終還是有很多的這些Flaw 這些的問題 那 但是一直很多人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他可以做Under Collateral 就是超 這個 低 就是Under Collateral 就是我們現在常聽到的 都是Over Collateral 就是超而抵 那Under Collateral 就是你不用放這麼多的Collateral 然後可以生成一枚穩定幣 其實現在很多傳統金融市場是這麼做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像是N Financial 他可能就是Under Collateral 就是大部分可能就是30% Collateral 但是Crypto就很難做 因為他可以有系統上這種Bankground的事件 你可以有 而且有各種的這些攻擊點 那 像是Iron Financial 完全沒有設任何的保護機制 他沒有說他可以Mint多少代幣 沒有設一個頂點 像Alchemix和Wasabix這種設計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Debt Ceiling 就是他最多就只能損失這麼多 最多也只能Mint這麼多出來 他必須要確保一個穩定值 就像Alchemix最近被攻擊 其實他就沒有損失太大 因為他有個穩定值在那裡 所以 新型的項目都會開始想辦法去做這種設計 當然審計也很重要 那 Iron Finder基本上就沒有做到這一點 他不是沒做到這一點 他現在這整件事件都還沒結束 基本上還有2.7億多美金鎖在裡面 2.7而已 而且是沒辦法領出來 那很多人問說為什麼沒有辦法領出來 這個CaseIn他就在推特上面寫這個 就是基本上他們的這個code寫錯了一個地方 就是他寫說require share price bigger than zero 然後不然就是imvalid share price 對不對 所以呢他這邊應該說 Equal Large or equal to zero 對 但anyway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但他們這邊解釋是這樣子 那 因為沒有這個呢 當然他這沒有audit過 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 cording to 很多的這些coder 這是一個蠻 就是 蠻obvious的 mistake 然後應該在他們發行之前的時候就更改 就是回去我講說當你要去看一個項目的時候 我常常會選擇沒有人在講的項目 就是啊 而且很多fear launch項目是我自己已經在裡面 可是我不一定會就是去過度的介紹這些的 或是我自己去默默的挖這樣子 對 因為呢 我會覺得很多項目呢就是 你沒有辦法真的知道他是好或不好 然後呢 當很多人都在討論他 然後很多人都在過度宣傳他的時候呢 很有可能就非常危險了 就是 常常我們講的 You know buy You know sell when everyone is happy 大家都很開心的時候這時候就該sell 就很危險 那 小的項目呢為什麼好 小的項目很多人會說 欸這裡面是不是都沒人 沒有人在聊天 好像都只有團隊在回答問題 很多人說看到這種就趕快閃了 但有時候我特別覺得呢 看到沒有人在裡面的時候呢 結果團隊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更覺得很貼切 你知道我可以在裡面問各種的困難的問題 我可以在裡面了解說這個項目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呢從中去理解 然後那沒有人在裡面 就代表我一定是最早期的吧 對 那我也可以跟團隊聊 就可以大概知道 團隊是怎麼樣的 是不是有很多項目 你跟團隊私底下問說 欸可不可以 打個電話視訊聊天一下 想要了解 因為我放了很多錢在裡面 然後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 這個你們有沒有怎麼做 欸你們需不需要審計 有沒有需要介紹 有沒有審計 需不需要什麼幫忙 這時候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一個團隊 他的反應 他如果說 欸我們 就是各種的這種 推卸責任的時候 你就大概知道 欸這個 這有點怪怪 就算他最後真的暴漲 你錯過沒關係 反正 這個 就是你的 我們的一個這種 好像審計的方式嘛 對不對 就是他可能被拉盤 我怎麼樣不知道 所以這一次 如果你跟我講 Iron Finance 光看他的logo 光看他的website 光看在推動他的人 我就知道 這是我不會碰的 因為我沒辦法認識這個團 對嗎 他這個 整個 Telegram跟Discord 幾萬人在裡面 各種 在那邊講話 你要怎麼去問問題呢 不可能的 沒有辦法問出個所以欄喔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比他所創量大的項目呢 回答問題 比他勤勞多 你去curve finance curve 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電報群 英文的或中文 你隨時問問你中文群 你問過問題 基本上 我半小時內 或一小時內 一定會回答你的問題 或是我們群友 會幫我們回答 你在curve的英文群裡面喔 整個community的人 都會幫我們回答 還有團隊 加上創始人 對不對 所以說 一個所創量 是DeFi裡面 最大的項目呢 卻團隊這麼 就是完全很 就是 很 不會有價值 然後你要問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隨時回答你 完完全全比 Iron Finance還大 Iron Finance完全好像沒有把community 做得很好 所以我常講 在我投primary deal的時候 就是我投很多項目 或是 去選擇很多項目的時候 我常覺得customer service 最重要 很多人 很多人說 我這邊十個開發者 這個誰誰誰 Harvard BS Stanford BS 但我常會說 你有沒有一個customer service 然後他們可能會外包 找這些做社區的 那都是錯的 我覺得真正的customer service 是誰做 就是創始人 就是你最頂尖的開發者 在那邊做 因為很多時候 出現問題 比如說你做bridging的時候 bridging可能出現問題 或者你到polygon polygon的reward 發的問題 塞車的時候出現什麼問題 這些不是你的普通的外包 這些社區的人 可以幫你回答問題 但很強的社區的人 可能能幫忙 但很多時候你需要有開發者 真的是團隊開發者在裡面 而且你發現很神的 Tier1項目 它開發者其實沒有太多 因為它的code不用改太多 我常在直播裡面 從以前就講過 區塊鏈的項目呢 其實跟我們現在看中心化項目 差很多地方 就是中心化項目 你會看天天它都在push code 就一直在更新 一直更新 天好 然後大家都會說 跟它的不用狂跟 其實那不一定是好事情 你不會希望一個項目 天天更新 很多人說curve怎麼都沒在 因為它的一個好的合約 一個經過風吹雨打 各種事件到現在 它都沒有被攻擊 它就是一個好的合約 它可以一直創各種的池出來 現在curve將近有40個池子 鎖倉破了100億美金 就是因為這個合約就很好了 你幹嘛要它一直去改呢 它應該要10個審計 20個審計來繼續看出有沒有可能有問題 如果出現一個問題 可能再繼續更新這樣 但是它如果好的話 這就是它的完美的一個樣態 而不是說 像我今天要做A又要做B又要做C 要不要換中文介面 要換英文介面 要換法語介面 日文介面 其實你就只需要一個 因為你的target audience 會用它就是會自己去了解 不會用的只會吵別人 就會跟你講這種 很沒有建設性的建議 所以今天這個事件 我要講兩個事情 第一我在這個事件之前 基本上沒有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連看都不會去看 然後 但 第二呢 就是 我希望透過這個直播 再度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你不懂的時候就不要碰 不要跟風 然後呢 真的就是 去 多問多了解 不要看 哇年化這麼高 然後一直推坑 說真的推坑你的這個 你真的就可以把它封鎖 不用去看 然後推坑你的那種社區也不用去看了 就是會跟你講 哇這100%真的新潮方式最新的 然後再來 如果你是新手 算法穩定幣 你只要算法 這也不用碰 新手真的不用碰 很多人 然後我常講 年化率是一個很虛偽的東西 真的能講年化率的只有幾家 比如說 Curve好 比如說Ave 比如說Compound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年化率根本不算數啊 你的幣價暴跌 50%你一年給個 20%有意義嗎 300%有意義嗎 4000%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喔 你能賺完一整年喔 才真的可以算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這才能真的算你的APY 你沒有賺一年 那都不算數喔 你中間賺一點點 OK你可以賣 真的你賣掉才行 所以我常 我常人家跟我講 一萬一千我就會看說 這東西到底穩不穩 我願不願放長期 所以很多人會去罵說 Curve的用戶是不是傻 這些人20%年化還放裡面 還鎖100 我這邊就一萬%居帶 Iron Finance幾百幾千幾萬%這樣 真正的重點 是 在一個穩扎穩打的一個 產品裡面 那市場上沒有幾個 十根手指頭 其實五根手指頭就差不多 就真的沒有幾個 然後呢 有幾個Fair Launch項目 特別做得好呢 就你需要特別的去觀察 然後可以去問問題 我覺得小項目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小項目呢 是你可以一直問他問題 我最好不是說 他的幣價會很好 他的產品會很好 我所謂最好是說呢 他是最好你能去觀察 跟去做研究說 這個項目到底安不安全喔 你既然 我看好幾個中文社區 大家在推Iron Finance 過去這兩個禮拜都說 哇 Mark Cuban來了 或之前Safe Mode很夯的時候呢 也很多人在推Safe Mode 我都會很不爽 我就是把刪掉 或是基本上就是要封鎖 就是 很多這個項目 他代幣經濟模型有問題 然後呢 他短期呈現出好像是可以的 那這時候 你就要去問他們問題 你們除了行銷以外 還要做什麼 你們的這個代碼有沒有審計 其實我常跟大家講 代碼一直更新 沒有意義喔 其實真的是審計才最重要 你有幾家審計了 審計排了 這個東西如果大家要去問的話 其實很容易問 你就問他 所以你找哪家審計 是Paxio Certic Hacken 還是Coin Inspec 還是像Slow Miss 還有這個Trail of Bit 你大概查一下十幾家 就可以Google一下這樣 然後就直接問他說你是學哪一家審計的 那大部分 Solana項目就比較難審計 因為他是用Rust 但是其實Viper、Solidity這些 而且大部分Fork項目審計 都還是有辦法去追溯的 這樣子 那就問他說有沒有審計 這樣 然後呢 有找了幾家 然後你就可以 像Certic他幫你做一個公告欄 就是如果有確定找他審計的話 可以在公告欄上看 然後如果他還沒上的話 你就可以說 那你需不需要我們幫忙介紹幾家 然後可以你們去談這樣子 這時候就很重要 就可以看出 項目方到底有沒有意願去審計 因為審計真的很重要 另外一點就是說 項目方如果要做很創新的產品的時候 這時候通常就需要他是一個 真的是Dedicated Team 比如舉例Liquity好 Liquity就做了一個全新的產品 他的對手是Maker掉對不對 那團隊就是實名的 公司也是設立的 他不是一個匿名團隊 然後呢 做了多種審計 做了多種測試 然後呢 有Strong的Investor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product You know 就算做人家也有可能失敗 但是at least 他有做他應該做的 那匿名的項目呢 就也需要有 匿名就只是名字你不知道 他所有這些事情都需要做到 對你審計 你的這個Marketing Barget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Liquidity Providing 你怎麼跟你的社群去溝通 對 所以 這些東西你如果社區太大的話 你基本上不可能 能去探索知道說 這個項目到底能不能 所以Iron Finance這個 如果他這麼大的時候 那根本不用去碰 根本不用去看 因為他就是一個有問題的 Anyway 總結就是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呢 市場非常危險 然後呢 就是 多做研究 多做研究 再多做研究 對然後 多問這樣 然後希望 就是 其實我視頻也拍了300多集了 所以 大家可以去看各個集 然後裡面有各種的這些 可以學習到的東西 對 有好項目有壞項目 對然後 有好的研究方式 有壞的研究方式 對然後 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去drill 我常講就是說 你今天買他的代幣 你就是他的投資人 你就是他的shareholder 你就是他的stakeholder 那你就有權問他的問題 我在2019年的時候 買像是 SNX Thorchain Ave 設置於uniswap 那時候沒發幣的時候 都可以在uniswap discord裡面問問提 Hayden還會直接回答 這時候你就給大家知道 這個團隊在不在乎 他的社區 所以我說 反觀來看curve curve我們的英文社區 有1萬人 中文社區大概有3000多人 對不對 沒有很大啊 設置於我們的中文社區 比很多項目的還要小 很多項目 哇我們1萬人社區 哇我們微信有20個分群 有必要嗎 沒有必要 哇我們 一個項目 一周做10個AMA 對我 我大部分Tier1項目 我都不看他們做 我不知道為什麼AMA 有這麼重要嗎 就是AMA 就是 因為其實 講白了 大部分項目就是遵守八二法則 就是 就是他的大部分的TVO 就是來自於少數的這些族群 那有些小項目 像 會有很多的這些 小型的散戶用物 穿很多錢 然後積累起來 這種也很危險 因為他也有可能有domino effect 這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大的項目 也有可能出現bankrun 像今天Iron Finance 他們所謂的bankrun 是因為他們 有很大的TVO 是來自於幾個大戶這樣子 但也有可能他們自己 rug pull自己 所以 communication很重要 像 當你有百億美金的這種TVO的話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 Defi Llama好了 其實百億美金的TVO項目 真的就只有幾個 那比如說我們看這邊 Ave curve 就這樣 就兩個 然後呢 Ave你基本上要問問題 隨時可以問到 你去他discord 隨時可以問到問題 curve 超快的 現在 邊看直播邊問問題 他都會回答 MakerDell 比較難 但是呢 他們因為產品就很簡單 然後呢 就是focus在幾個 幾個 幾個key people 就像Polychain Pantera 這些大的這些 Token Holder 那 Compad也是 你去他discord 也可以直接問到問題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很strong的project呢 就是 他們的這種社區的服務 會更好 對 所以 要多去 多去 多去 這樣子 研究 就是 然後不要害怕拒絕 真的我常講 就是 因為如果你在我們 的這個 Telegram社區的話 你會發現 你沒有辦法看到太多 圖狗項目或什麼 你不會看到太多人 在那邊去push你 因為我覺得 社區的這個 氛圍很重要 就是 不能是好像 大家都在那邊去 就是哪裡有東西 又衝過去 這樣 最終你只會 而且我在這 市場真的很久 所以 就是 要穩 真的要很穩 就是 你會發現 最終 這一年喔 比如說 我 我 聽那個 Willy Woo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trader 然後他也有一個這個podcast Twitter上面 他有50萬追蹤者 我之前常分享他 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話 可以去他的Twitter找Willy Woo 他有一次被那個 5月19號的時候 被這個訪問的時候 就問到 就是 trader 這種activity 喔 那 我這邊大概 解釋一下 有一小段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你在做交易的時候 有分兩種 就是有一種 就好像 就好像上癮一樣 就是你手很癢 就是天天就想交易 就覺得你多懂 你就能 找到更多的機會 然後就賺很多 有些trader 是這樣子 他可以賺很多錢 那有些呢 他就不適合 一直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 就好像天天要看指標 然後就覺得 這樣就正確了 那好 這是一種 那在DeFi也有Farming也有這種 就是你天天就想要去找最新的礦 就想要衝進去 天天都想找這個 然後一直 好像你不動就不行 對 那你最後會發現 就是 但是也不是絕對的 但是 大部分是這樣 就是 而且大戶大部分都是這樣 因為大部分 就是他會比較穩 就是你會發現 你可能一年只動幾次 只換幾個 幾個這個池子 你的表現 可能會大過於 就是你天天在那邊找新的池子 進去挖礦來得好 對 所以 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 大部分這種long-term holder 像有些人一買以太幣 可能兩年三年都沒在動 那有些人就好像 高的時候 就想要抓高點賣 然後低的時候又買 然後這樣 好像不動就不行了 不開個幹桿 就好像哪裡不舒服一樣 這樣 所以 就是 所以就是 這就是一個很 很 很特別的現象 那很多trader都會去講這個事情 就是 you just have to cool down you know 然後 然後往後 lean back 然後 去 conviction bed 那 真的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 conviction bed這種東西 其實 說簡單簡單 說難很難 但是 conviction bed的意思就是 你真的就只能選一兩個項目 是你真的很相信的 但是 你也不一定百分之百贏 對 但是你真的很相信 你真的就對他 懂得 就是 他白皮書你看了十遍 你基本上已經願意為這個社區服務了這種 就是你真的覺得這項目屌到爆 你就願意自身在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你看我早期的直播到我現在進行各種社區的時候 我就 有幾個項目我就是很早期一直支持 然後我就覺得我這人就好像要陷進去這種 就是我就覺得 幹這真的東西太屌了 就是 然後呢 屌到就是我會想要去跟他們的這個 創始人團隊 然後去分析我覺得 欸這哪個地方可以改進 這個什麼什麼可以改變 然後他們就覺得 哇這想法好像不錯 這樣子 這時候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 my conviction bed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四年五年都會拿著的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That's my conviction bed Right 我在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買了那個AV 大家如果看19年的直播的話 還有像是那個THORCHEN還有 那個SNX 我那時候很喜歡SNX 然後 就是因為我問什麼問題他們都會回答 我就覺得 欸SNX這種超額抵押 SNX早期超額抵押是750% 然後呢我就 哇這超額抵押這麼高誰會願意抵押 但他也有那個代幣抵押經濟模型 然後呢我就覺得 那時候還沒有人叫他代幣抵押經濟模型 大家就叫他抵押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很酷 然後社區也超 就是超火藥 說火藥期裡面就大概30個人 但是就是你好像覺得很熟悉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有無聊 開個那種Zoom meeting啊 就好像臭臭熱鬧這樣子 因為熊市嘛 但就那時候我就覺得 幹 This is such a dope project 如果牛市懷的話 這個project一定會起來 因為它建立起一個很強的culture Right 那時候SNX我們都叫大家Spartan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項目就是Chainlink 那個預言集 對不對 大家叫對方Marines 對不對 這種海軍陸戰隊 就是我們就是Marines 在牛市的時候我們一起衝 我們在熊市的時候一起守住陣地 所以Crypto的這種 迷因效應 這種 這種 Culture 這種Internet Culture 是你在股票市場看不到 然後它在這個市場 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股票市場 人家說買這種傳運股 就要當船長這樣 但是真正Crypto這個 Community非常小 所以 你很重要就是要找到這種小的項目 大家出來很多Investor 就是 早期的這些 尤其19年在的這些 他們說 哇好希望回去熊市喔 就好像 那時候比較好認識項目 因為現在 尤其一級市場 現在項目估值都太高 那 對我而言我就是 也是很快 人家說到底還有什麼東西 我就 我就每次講工具啊這些 然後 就是很快的去找這些 Fair Lounge項目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去認識一個項目 然後去問他問題 然後他能回答我各種問題 然後我真的也能幫助他 這樣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對 不要 不要好像 就好像手癢 就是手上有十幾個病 我常講 一個問題是 我在17年 有一次 就是 在一個活動的時候 有問過大家一個問題 在好久以前 但我覺得現在可以拿起來 突然想到 因為現在應用 就那時候我就問 大家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認不認識你手上的筆 然後呢 你認不認識他有什麼技能 這有點像是神奇寶貝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神奇寶貝 每一個神奇寶貝 都有不同的技能 對 跟烹火王有什麼技能 水箭龜有什麼技能 對 那你作為神奇寶貝訓練大師 你應該要知道 他有什麼技能 才能這個破關斬將 對不對 那你買的幣一樣 你手上 如果十種幣 你知道這十種幣 他的優勢在哪嗎 他解決什麼問題 他在市場裡面 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的社區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對一級的投資者裡面 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在海外市場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的OTC市場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的代幣經濟模型 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的代幣分配 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的revenue model 他的盈利模式 是佔什麼樣的角色 對 你必須要能回答 不然你幹嘛拿這十個幣呢 對 很多人會說 大家都買我要這樣 這就回去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peer pressure 就是大家買你就買 然後 所以 很多時候你要必須要問自己這個問題 然後就像今天在Iron Finance這樣 為什麼你要買這個幣 對 你就是 就是自己看就是一個 反正我自己看不懂 所以我就不會碰 因為很多人在critic 你們要講這 我今天研究完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但我不懂 我就不會去碰 我手上就持有 maybe 五種我特別覺得很牛逼的 就是我就是一直 一直會持有這樣子 那 當然還有很多種 因為我參與很多primary market 但是 最主要就是那幾個 就是你 你今天要我 就是 就是 就當他的這個後段 我就在那邊可以講出這個 這幾個 這五個幣的技能 是什麼 他們在市場佔什麼樣的角色 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們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他們四年後 十年後 有沒有辦法存活 對不對 所以你有辦法講出這個 而不是只講天方夜談的事情 Shenanigan這樣子 Right So 而且 很多人沒有辦法做好講 所以你就需要做好講 對 你需要 不然 你就回去我們每次直播都講 加密貨幣 投資非常高風險 你不懂 就不要碰 對不對 除非你懂 所以看在直播 一百個直播裡面 你一定會學到什麼東西 但你 一百個裡面 我會講一百個都不要碰 對不對 你不用每個都碰 你最好都別碰 然後呢 都懂 然後再去想說 好像這個我還蠻懂的 所以我認識一個 用戶 他常會message我 就是 然後他就特別喜歡NFT 但他從來沒有買幣 他就很喜歡研究NFT 對 那就是他就是對這個市場特別有熱情 然後他就告訴我 因為我最近買Boyard Abe 還有Punk 然後Boyard Abe很講究這些Trade 不一定講他 講究他的Rarity 那 就是稀有度 那 所以 我就發現 原來Boyard Abe 這種研究的方式很特別 就有些穿西裝 有些是 咬著Pizza 有些是戴眼鏡 這就回去之前Punk 有些人喜歡這個 僵尸版的 有些人喜歡這個 這個戴口罩版的 對 就是他的稀有度可能沒有特別的高 但是他是有他的這個Trade 所以 這個人就把這個研究的滾瓜爛熟 那到現在沒買什麼幣 對 然後 我也邀請他就是 做這種小 小這種研究research這樣子 所以 這個重點就是說 你要對你懂的東西就是懂 你贏的機會會比較高 那很多人會說 你跟這個東西長很多 有些東西就是會長的 但是你不一定要去碰啊 他賺他的 他有可能下一次就會碰到地雷啊 對 你知道業務總多 你總會碰到鬼 你每個幣都買 你總會碰到地雷的 就是 就是這個 這就是很 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 嗯 嗯 我再 再提醒一次就是說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真的要做好研究 這樣子 然後 嗯 不是什麼東西你Google 就能Google的到 當然Google 可以Google的到很多東西 但很多這些項目真的 不一定是Google 就可以給你正確答案 因為 現在的行銷和修林真的很恐怖 就是 嗯 你Google 可能都會看到很多人講這個項目有多好 像Iron Finance 有點像這樣子 但是你可能要 很深入的加入一些社區 比如說 歐美的像 Lobster Dell 或是Twitter 我真的覺得要玩Crypto 你Twitter要很強 對 比如說你看 這個Sincase 他就寫一篇這樣子 整個Iron Finance的整個的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 呃 其他的一些這個 Twitter的這些 我有做一個Twitter list 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 呃 就可以找到 就是 欸這東西好不好 設計很多這些人喔 你都可以 呃 你看這個Follower沒有多少 才528個 你可以直接 你直接按這個 然後Message 你可以問他 欸 就是你怎麼會發現這個問題的這樣 You know Google Translate一下 他就會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這邊你可以遇到一些 呃 當然也會有壞人 但是我覺得 呃 有一些就是你 這個這種Skill 這種技能 能分辨錯誤的技能很重要 對 然後 呃 就有點像選擇題一樣 你可以看很多選擇題 不一定每個選擇題都要給答案 你就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對所以 呃 所以我就回去剛剛講 我300多集 你可以每一集都看 但你可以一個幣都不要買 你看完 你絕對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有新的知識 對 什麼是DeFi Lama 什麼是Token Terminal 什麼是這個NFT Drop 什麼是NFT Base Price 什麼是這個 Inpermanent Loss 什麼是 那Uniswap V1 V2 V3的差別在哪 這種ERC 呃 呃 721 除了作為藝術品以外 也可以做一下Uniswap這個Token的這個LP 對這些各種各種你都可以去看 然後去了解 然後 最終你就會有很多知識 然後你就可以去問很多人的問題 對 做為一個投資者 尤其你買一個代幣的時候 你要懂得去Drill Drill就是拿一個螺絲這樣一直Drill它 一直問它 問你 他如果問到他不爽把你提出去 那就知道這個東西不是了 你的緣分沒到這樣子 好anyway 講太多 這就是 對現在凌晨了 我就 剛看一看我就覺得 這東西很誇張 就覺得想要來做一集這個 就這 這就是我常講真的 對 然後最終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我社區裡面 請不要發這種圖狗項目 因為你只會被刪掉 然後最後就會被封鎖 對 就是 這種地雷項目 或是看起來就是地雷 就是 就是不會 不會 被歡迎的 這樣子 好anyway 區塊錢的crypto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 每週五帶給你最新最酷的區塊鏈資訊 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 不懂的話 絕對 絕對 絕對絕對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東西都不是任何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you know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don't touch it and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我們明天見 bye bye